我是刑警 肯定拿奖 两天我基本上什么都没看 连直播我都不播了 晚上我就在追我是刑警这个剧 昨天晚上看了七八集 今天又看了七八集 我终于追平了 追到了25集 刚刚把第267集的预告也看完 赶紧来说说这部剧 这部剧从开播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前面几集非常好 但是后面我又没跟上进度 所以中间一直追不上 就没办法跟大家说 我现在看到了第25集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这部剧明年一定会拿奖 而且会拿很多的奖 它从很多方面来说 既有创新又有提高 在我们肉眼可见的 关于电视剧领域的各个范围里面 做的都非常的好 所以它一定会拿奖 首先是余和伟肯定会拿奖 再一个就是这里面众多的配角 只不过它由于是单元剧 是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 所以大家的配角戏分都比较少 不知道这些优秀的配角们 能不能拿奖 就比如说在海报上 居第二位的傅大龙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 我看弹幕里大家问的最多的 不是傅大龙是男二吗 到现在还没出现 25集 再不出来快播完了 其实这个剧就有一点点像 之前的美剧的常用那种模式 就是几个主演来贯穿 一个又一个的案子 每一个案子都是不同的演员来演 在这一个又一个的案子里面 第一集到第七集 其实演的就是真实的 当年的贺岗的128 那个案子拍的非常的好 你整个把它当成一个上下部的电影来看都可以 这几个小时拍的紧张 真实 而且演的也非常好 里面 尤其是在东北的那种恶劣的环境下 剧组坚持全景失败 太难了 我看的都觉得冷 你就想到他们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 大雪地里面 他们是怎么把这个剧拍下来的 非常的棒 演员们演的也很好 剧情推进 确实非常的抓人 那个案子破的时候就是很费劲 明明这个案子这么的重大 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线索 所以整个用了七集的时间把这个案子讲完 非常的棒 所以这就是属于虎头 一下子把大家都抓住了 这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马苏和演他老公的这两个演员 马苏最后再拍出了一段紫白 非常的好 马苏一直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女演员 他这个职业生涯算是有一点点波折 但是实力是在的 他演的这个白铃在里面表现不错 演他老公那个演员我不知道是谁 从他被抓住 整个在审讯室里面的表现 一场一场的戏 演的都特别的好 后面中间几个小案子 不是特别的出彩 甚至有一些轻松 诙谐幽默 就是把这个整部剧的这个气氛稍稍降下来 因为那个128答案实在是太残忍了 这帮人完全就是为了搞点钱花花 是人命如草芥 也通过这个剧 我们看到了人世间是存在这种 pure evil 就是单纯的恶 有些人他犯罪 他不是说我就是被逼的不行了 怎样怎样 他纯粹就是邪恶 他纯粹就是想看到这个世界燃烧 他纯粹就是拿人命不当回事 让我们感谢这个剧 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纯粹的恶 也感谢这些好演员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 后面几个小案子 让大家稍微的舒缓了一点 然后接下来那个小女孩 被奸杀那个案子 也很好 虽然短虽然那个案子破的运气成本非常大 但是那个案子也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基层民警的不容易 也让我们看到了真的没有那么多 像柯南一样的神探 到现场一看 就发现了蛛丝马迹 就发现了端子 别人都看不到 然后迅速的锁定了悬疑人 然后还能拿到悬疑人的口固 哪有那么容易 神探也不是这样炼成的 真的是要千锤百炼 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运气的 再一个就是破案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 在你的科技和行政技术不够发达的时候 就是要靠摸牌 就是要靠地毯式的搜查 而且那个案子也不错 然后接下来就是非常重头的张克罕这个案子 这个就是之前的周克华这个案子 距离用了十集的时间 演了这追查这个案子的八年 这是这时机 看得很多人都憋得憋屈的都不行了 因为整个这个破案的过程 就是那么的憋屈 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凶残的劫匪 这么残忍的犯罪手段 而且他用那么的嚣张 就是抓不住 铺天盖地的人力物力砸上去 到第八年的时候 才因为他的一个小小的失误 那个西娇女 他们两个用手机联系 才锁定了他的位置 如果他不是因为找了这个西娇女 像让他来当替死鬼 然后买了个手机 你可能还很难锁定他的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个黄天不负有心人 我看这个剧 最大的感觉 就有点像三大队那个电影 咱不说三大队那个剧 我觉得剧拍的一般 但是电影很好 就是成兵队长 那个成兵队长 也是有点像这个秦川一样 就是认死理 就是为了破案 就是为了抓住这个罪犯 我可以不惜一切 我就死死咬住你不放松 我一定要找出你的纰漏 我一定要把你抓到归案 哪怕是十年二十年 那秦川也是有一股子 这么个劲 所以张可汗那个案子 他用了八年的时间 攻坚克难 而且中间遇到了很多的阻碍 地方上的不配合 各种各样的掣肘 你想破案 但是你却使不上劲 因为当地的不配合 到互相之间的理解 最后在全面的投入 终于得找一个机会 把这个答案给破了 这时机又是让人心潮澎湃 情绪起伏的时机 而且张可汗这个案子是完全还原了当时的破案的过程 连犯罪嫌人最后被击毙的时候 那个姿势都跟当年的新闻照片一模一样 就是完整的还原了破案的过程 然后还没怀疑 又开始了爆炸案 这个爆炸案当时也是跟真实案件完全一样的 历时52天搞破 我看预告片真的是历时52天 这就完全的和真实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剧 它好看就好看的 它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 这些案子当年真的是费了很大劲刻下来的 这些故事是值得在线 值得让我们大家去了解 这中间是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才给了受害人和老百姓一个交代 我觉得这些案子的还原做的都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剧用了这么多真实的案例 不但有现实意义 而且它的娱乐性 它的商业性也做的非常的到位 就是我常用那个词呼吸感特别强 节奏感很好 它能拽着你一直在看 很多朋友我身边的朋友都在说 晚上啥也没干就看我是静静 一级接着一级停不下来 这个案子不破我就不想睡觉 他真的把我们带到了公安干净们 当时日夜奋战在现场 甚至是野外 那一个又一个的日日夜夜 所以你看到这些案子的侦破过程 你才会知道当年破案是有多难 行侦技术的升级是有多么的必要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宣传也分怎么宣传 像这样的优秀的 有故事性的 有趣味性的 然后又演得好 拍得好 制作精良的电视剧 它能起到的宣传作用 是远远大于很多说教式的宣传 这个剧里面说教的成分就比较少 它真实的展现着公安干净的难 公安干净的苦 公安干净之间的兄弟情 它跟他们家属之间的这种亲情 跟子女之间这种关系 我觉得它用了一种很好的方式 能被大家接受的方式 让大家从电视剧里 来体会到这一点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可以确定 这个剧明年一定会拿很多奖 现在还没播完 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追吧 制作如此精良 这个还原现实 如此真实 演技到尾 各方面制作的 投入不惜血本的电视剧太少了 张克海那个案子 在体育馆里头那场戏 上千人 那么多电脑 大家同事来 那真是大阵仗了 在电影里都很少能见到那么大的场面 所以真的是投入大 制作好 演的棒 大家看的也过瘾 这部剧我觉得你不管是喜欢什么类型电视剧的朋友都不应该错过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真应该放在过年期间演 就现在爆炸案 他们这两集有过年的情节 对吧 亲坐不走 大家谁也不回家过年 就是为了把这个案子尽快的剥掉 大年夜吃一顿饭 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干活 在毫无头绪的时候 只能用笨办法 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战友情兄弟情 描写的特别到位 那个郭畜 耳朵听不见吗 当时让他回去的时候 他坐在那看着秦总 那个委屈劲 那个委屈 不想走 又很无奈 加上于和伟那段戏 秦总演的也非常好 有味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真的值得大家追 这一波真正的英雄们也值得大家去了解 这每个答案背后都是无数人的血泪和汗水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纯粹的恶的 但是一定会有正义的力量 让他们不能兴奉作拉 推荐大家看 我是星景